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两百三十四所乡校 不但以文字和照片形式编辑成册 还将探访每所乡校的影像资料编辑成视频 放到中韩两地的网络平台上 此书籍由中韩双语写成 并在每个乡校内容中加入视频QR码 内容丰富 阅读立体 是一本向中韩两地介绍优秀儒家文化的有声图书 3月10日 成军馆前典礼委员长金炳仁 和韩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李育元 一行来到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对于边走边看韩国乡校的出版发行 向朴洪英总裁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金炳仁委员长表示 访问韩国全部乡校 一共234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朴洪英总裁将探访过程编辑成书 弘扬儒家文化的精神值得学习 李育元院长表示 边走边看韩国乡校在普及和传播儒家文化方面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希望韩国广大如林能尽快阅读到此书 最后 朴洪英会长向两位如林赠送了 边走边看韩国乡校一书